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倫敦著名的阿波羅劇院 週四台上正在演出時 天花板突然崩塌 現場部分觀眾來不及逃避 至少造成80多人受傷 位於倫敦市中心的阿波羅劇院 週四晚間發生了屋頂坍塌事故 當時劇院滿座大約有720人 正在觀賞非常受歡迎的話劇 深夜小狗神秘事件 劇院內觀眾被吊下來的屋頂氣體及碎片所傷 來自倫敦消防隊的副助理專員 艾里斯表示 一大塊大約10乘10公尺的 華麗石膏天花板掉落在觀眾席裡面 牧集證人表示 他們看到位於四層樓觀眾席的天花板 在演出時突然坍塌下來 那時那些在裡面的人意識到 這不是戲劇演出的一部分時 引起了現場一片恐慌 在耶誕節的前一週 救援交通工具阻斷了倫敦劇院中心的 沙夫慈伯利大道 和慶祝耶誕節的狂歡者混雜在一起 可說是這一年來最繁忙的其中一個夜晚 新唐人亞太電視國際新聞組編譯 為甚麼